昨天3月16号2020年晚上10点 我们的首相以很很重的心情宣布了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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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次 因为很重要 也就是明天3月18号开始到3月31号 我们全马将面临的就是封城也封国 从昨天开始 首相一开始宣布之前 我们都已经发现到超市能吃的干粮啊 面啊 背面等等啊 全部被一扫而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能出门了 我们发现到在中国武汉病毒发生的时候 整个互联网的user 是一天比一天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 没办法做任何事 所以这个时候 social media search engine 是不断的加深 所以在这段期间可以用互联网在搜寻的人 会一直的在增加 那么你公司的网站组备了吗 你已经开始做好你的SEO了吗 难道真的是被封城两个SEO了吗 你们真的就休息 真的就不用运作 真的就不用做生意了吗 大马可以封国可以封城 但是封不了互联网 那刚刚我们有说到互联网封不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互联网来帮助您公司的网站 来帮助您公司的销量 来帮助您公司的online marketing呢 很简单 其实只需要四个步骤 也就是四个步骤而已 但是你还没有进入这四个步骤之前 我一定要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简称为SEO 中文为关键字搜寻油画 那什么是SEO呢 有没有发现到全世界的人只想要找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会想到的就是用Google search 用Yahoo search或者是用Bing search 来找他们要找的product 产品或者是service服务 那如果你公司有做所谓的SEO 你的公司网站就有机会在第一面排行 那么点击力当然会变高 因为当user在第一面的时候看到你的网站 他就有机会点击进去你的网站 在点击进去后 他会开始在看这个产品是我需要的嘛 所以我们会把对的人在对的时机 对的时候找到你的产品 跟你进行交易 所以就是那么简单 你一定要让search engine先认识你的网站 那说回我刚才说的四个步骤 那四个步骤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步骤 你一定要知道24小时里面 都有很多所谓的ready buyer 已经准备要买东西的user 第二个步骤 你要怎么样让他们认识您的公司网站 第三个步骤 你要怎么样让他们对你的产品有信心 然后爱上你的产品 喜欢上你的产品 第四个步骤也就是他们开始跟你做enquiry 开始跟你订单 开始找你 问你关于你的产品 不管你是心动 不管你是感动 不管你是被动 还是不管你是冲动 都敌不过 如果你行动 所以想了解这四个步骤 怎样可以帮助你公司的online marketing 这四个步骤 怎样帮助你们公司的曝光力 换你点击以上的链接 或者是拨打012-655-1461 我会一一的跟你们分析 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可能me up 或者是现在不方便me up 我们可以做一个online conferencing 来让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客户 最后让我们以虔诚的心 来为马来西亚这一波好好的祈祷 希望3月31号我们全马可以渡过南关